觀眾 大家好 我是黃峰兒 這禮拜吃雪餃 朋友圈 品觀點民調 這區調詞 飄外的區調 其實還不錯區啊 我當然要說好吃啊 人家說冷凍庫第一排 不是啦 開玩笑 不然各有 這禮拜 這個民調呢 有一些很不一樣的美感 頭一個要告訴大家 顏清彪就說啦 要顏家管教啦 我們黨員喔 就要支持我們董的這個參選人 所以是這樣囉 台中的海線商海巡 大家來欧宴四百人又拼到耶 所以這個展現一個實力喔 人家就說 你這個跟郭先生其實就不錯 那時候是第一次站台就帶你們家 你們好心 還在那一季裡面 再做實習兩次 這中間到底是什麼 我相信顏清彪一定不是這種 隨隨便便就這麼幹的人 那麼 郭總裁嘛 也是很大氣啦 所以一樣會吃水餃對不對 我們來看看這個民調 這個禮拜 蔡英文 30% 韓國魚26.5% 郭柯王三個配起來21.9% 哇 這個還是有一點點一拜一拜 你看 把韓國魚加3 誤差範圍嘛 最大加到3 已經很接近喔 蔡總統如果是降3 其實是有拼喔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你把它排起來 蔡英文跟韓國魚跟郭台銘比起來 32.3% 26.6% 20.6% 就想喔 你注意看這個美角 郭柯王合起來是21.9% 郭台銘自己是20.6% 那麼郭台銘一定會想 那我沒有他們 我只差1% 差2% 那我一定要他們嗎 這個柯文哲 你沒辦法自己想看看 你自己的嫁達在哪裡 所以有人在講說 柯文哲是不是要活走我自己的路 這個民調看起來 是一拜一拜喔 所以這個是很值得大家來關注的 郭柯王跟郭 這樣來三家都會的時候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好 我們回頭來看 這個蔡英文跟韓國魚兩個 來對打的話 38比30.7 這個就真的有差距 這個跟我們之前所謂的軌跡 看起來是繼續在擴大之中 但是我們要注意喔 郭柯王三個到底會不會合 人每一個禮拜都一樣的狀情 我們來看一種比較美角的 比較來行的 頭一個你注意看喔 郭柯王的支持者 在30歲到49歲之間 其實是優於其他的歲數的表現 這個是很值得注意的 所以人家說這個 知識男啦 經濟男啦 30歲到50歲之間的 但是呢 比較多人還是比較少年的 他們就有很堅定的這個黨派性 這個也是中間選民的一個特質 所以呢 有複合這頭一個 第一的 郭柯王的支持者裡面 大專的研究所畢業的 其實他的成分 他的比數20幾% 跟蔡英文是會比平的喔 這個也是呢 在日後競選的主軸的時候 蔡總統還有郭台銘幕僚都要仔細想 說什麼話做什麼事情 要做什麼施政 對這群人能夠鞏固能夠加強 這是頭一個 第二的 郭柯王的支持者 政黨的傾向裡面 有這些注意喔 綠的傾向是23% 藍的傾向是17% 五黨即是25% 也就是說 他其實跟韓國瑜的這個爭鬥呢 沒有拿到多少好處 因為你有柯 你有黃金品 這個屬性上面其實很不同 這個就要導向一件事情了 什麼叫做韓粉跟菜粉 我們歷次做了 不只是支持度有黃金交叉 現在韓粉 噢 噢 這水餃 這都噢 不錯 非韓不投的23.5% 非菜不投的25.9% 在歷次的這個 這個我們做了幾次 1 2 3 4 5 有五次喔 頭一次本來是 韓粉是29.1% 然後呢 菜粉是22.2% 結果 第二禮拜就變成24.5%比23.9% 第三禮拜哇變成黃金交叉 23.6%比23.2% 拉大距離 在上個禮拜26.8%到21.7% 這個禮拜稍微接近25.9%到23.5% 所以這是 英粉跟韓粉的非韓不投啦 非菜不投 但是你要注意看 同樣那有沒有非鍋不投呢 噢 那麼 其他人都還沒有決定喔 你加起來你試試看 大概是50% 這個就是符合我們一般選舉人的常識啦 就是50%到最後一天都還不會告訴你 噢 所以呢 非韓不投非很不投 這個呢 除了彼此之間的拉扯以外 也要看看那另外50% 還沒有決定的人 好 韓國瑜這個禮拜事情也不少喔 包括這個農舍啦 結果 居然還轉手賣給人家 人家就說 你這個危機處理好像不太對 應該是比較清晰的 然後呢 做好處理以後再賣給人再說嘛 他就馬上就賣給人了 這個是一個 那麼 氣寶的風向現在已經開始吹了喔 包括有很多名嘴的說 好啦 看到這裡為止喔 我們可以不要理韓粉了啦 不要理韓國瑜了啦 我們開始來看看郭台銘怎麼樣 這裡面呢 但是現在就談氣寶會不會太早 還剩五個月呢 你想想看 但是呢 說氣寶的人他有他的理由啦 他說什麼呢 他說你看看 接下來到9月份的時候叫連署嘛 連署起來是15天的連署喔 喔 那天天都有新聞喔 很老天 人腮人人人好啊 所以呢 這個到時候通通都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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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台銘的新聞 那韓國瑜呢 韓國瑜除了禮拜六禮拜天造勢以外 禮拜一到禮拜五你要做什麼 你的agenda setting是什麼 這個我們大家等著看 你總不能只是在那邊滅活 然後把趕快把抹黑的臉洗乾淨 這樣不夠 所以這個對競選策略的人來看 另外蔡英文也不能只是手勢喔 你來嘗嘗嘗嘗嘗嘗 流來流去流成醜 應該要有步驟的 開始你的選戰的步伐 所以呢 很多人都講說 現在談氣寶會不會太早 的確太早 但是 你就要先搶著等 到時候9月份 選舉的氣氛一起來 誰要幹什麼 誰要怎麼樣 是不是只能吃水餃呢 喔 再回頭來注意一下 台中的這一局 喔 三海豚和 紅派跟黑派整合 細霸人 這個很值得關注喔 這個對於韓國瑜的聲勢 有沒有幫助 咦 繼續吃水餃 我們下個禮拜來看看 我是黃昆仁 下禮拜見